一年一度的玫瑰花式有行 今天如期在洛杉矶的帕萨迪奈上演 数以百万的民众今天来到这里 共同见证这一令人激动的年度设施 今年的玫瑰花车游行主题为转折 寓意着人们走出疫情的阴霾 渡过难关迎来希望与美好的未来 今年的游行队伍有39个大型花车 21支军乐队和16支马术队 不少民众天没亮就来到游行行经路线两侧等待 还有从其他州特地前来观看游行的民众 这很开心 我感到兴趣观看游行军乐队 享受高尔寨的日子 我从以典 我现在住在澳大利亚 但我来到游行 它很美 有很多棒的舞蹈 有很多棒的舞蹈 它很开心 这是第一次见到红色线 玫瑰花车游行始于1890年 今年是第134届 往年游行一般都在1月1号举行 但游行有不在周日举行的传统 因此今年的游行改在了1月2号进行 因为疫情 2021年玫瑰花车大游行暂停了一年 这也是二战以来首次 去年因疫情等防疫限制 游行规模和现场观看等都有所限制 今年的游行盛大回归 不再有强制的防疫规定 不少到场民众表示非常兴奋 而现场仍有部分民众继续保持戴口罩的习惯 当天游行结束后 这些装饰精美的花车将排成一排 举行花车展览 供民众近距离观赏 超市无限制了 この gimnasio 背面再联络 非常 Wa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